郭台銘總事長要不要參選這件事 基本上是國民黨的事情 不論國民黨是一組還是兩組 或是更多組的候選人 我們的選舉還是按照自己的計畫 一步一步紮紮實實地進行競選的步驟和活動 另外 我們上任以後 其實我們有很多政策 持續地改善臺灣的經濟體質和經濟結構 所以在美中貿易戰的過程中 我們都可以有效地因應 我們近來看到的 就是我們過去的努力 現在已經開始有成果 台商回台投資的數額非常大 外商很多重要的企業也都加碼投資臺灣 我們整體來看 再加上我們內需的激勵 尤其是在基礎建設上面 還有各項的建設上面 我們在內需需求上面的改善 讓我們的經濟都能夠平穩的 而且穩定的成長 更何況 我們的新南鄉政策 更拓展對外的經濟和貿易關係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已經開始脫離 對單一市場和單一國家的依賴 讓我們整體的對外經貿會更健全 我們將來會看到的 越來越多的臺灣接單 臺灣生產 能夠讓我們MIT 優質的商品 可以行銷全世界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大力推行的政策 那所以它這樣的種種因應 也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倒是要說 這個作而言不如其而行 那郭董事長是不是應該也要考慮 加碼實質的投資臺灣